德国媒体在此次乒乓球男团决赛前进行了相关报道 德国乒乓球运动员第二次进入奥运会决赛 在那里对阵中国 他们梦想着能有一点点轰动事发生 一周前 奥恰洛夫还曾不想再打乒乓球了 在半决赛戏剧性地输给中国马龙之后 奥恰洛夫的神经已经疲惫不堪 毕竟他能坚持下去是件好事 次日 他在对阵台湾选手林云如的比赛中 夺得个人铜牌 周三他带领德国男队进入奥运会决赛 在对日本的半决赛惊悚片中 以3比2险胜日本队 晋级对战中国 德国时间8月6日下午12点30分 德国奥恰洛夫 波尔和弗朗西斯卡 将与世界上最好的乒乓球中国三人组交锋 德国队继2008年男团和2016年女团之后 第三次在奥运会决赛对阵中国队争夺金牌 德国男团在2008年以3比0输掉了比赛 女团在2016年也是如此 对于德国这两支球队来说 银牌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了 在此次2020年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中 银牌也将是德国奥加洛夫 波尔和弗朗西斯卡男团的 巨大胜利 但偷偷的他们也梦想着有一点点轰动的事发生 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马龙 樊振东和许新 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梦想 来自辽宁安山的马龙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冠军 马龙现任中国乒乓男队队长 乒乓球史上首位级奥运会 世锦赛 世界杯 亚运会 亚锦赛 亚洲杯 徐晖赛总决赛 全运会单打冠军与一身的超级全满冠男子选手 同时也是继鲍尔脑为可托 庄泽洞之后的史上第三位 世锦赛男单三连冠得主 以及国际拼连男单世界排名第一最多阅数和最长连续阅数的记录保持者 马龙职业生涯中夺得过的重要赛事头衔 包括201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单金牌 2013年2017年中国全运会连续两届男单金牌 2015年中国苏州 2017年德国度塞尔多夫 2019年匈牙利布达佩斯连续三届世锦赛男单冠军 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单金牌 在此次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 马龙以4比2战胜队友樊振东 成功未免奥运会男单冠军 成为奥运会乒乓球男单未免第一人 创造了历史 在奥运会乒乓球的历史上 还从没有哪个男子选手在个人项目上蝉联过金牌 赢得这块男单金牌后 马龙成功超越马林张继科 成为奥运会乒乓球历史上冠军荣誉最多的球员 拥有25冠超越王男 成为最多世界冠军获得者 也成就男子拼弹史无前例的首个双圈大满冠 获胜后 马龙举起双手 比出一个大大的心 与5年前比约夺冠后 胸前的比锡摇像呼应 樊振东 2012年获得乒乓球式青菜男单 混双 男团冠军以及男双亚军 2013年 樊振东因在直通巴黎第一阶段 争夺中立亚诸多名将暴冷 获得了第二名 而成为最大黑马 8月 获得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 乒乓球项目男单冠军 9月 获第12届全运会男团 男双冠军 以及男单亚军 11月 樊振东在国际拼连巡回赛 波兰公开赛上 成为拼连巡回赛史上 最年轻的男单冠军得主 2014年8月 获得第二届夏季青年 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男单决赛冠军 成为完成了世界青年 顶级乒乓球赛的大满冠选手 2015年1月 与张继科 马龙 许馨 方博 获得迪拜世界杯团体赛 男团冠军 2016年9月 在国际拼连中国公开赛 男单决赛中 收获男单冠军 10月 男子世界杯乒乓球赛 男子单打决赛 夺得个人生涯 首个世界三大赛的单打冠军 12月 樊振东率领 八一大商俱乐部 获得拼超联赛 男团冠军 2018年4月 获2018年 乒乓球 亚洲杯男单冠军 10月或2018年 巴黎世界杯男单冠军 12月或2018年 国际拼联最佳男运动员 2019年6月 国际拼联日本公开赛 男双冠军 10月 德国乒乓球公开赛 男单冠冠军 2020年 东京奥运会 男单亚军 许新 2009年 全运会上 与王立晴 获得男双冠军 2010年 广州亚运会 获得混双 男团冠军 即男双亚军 2011年 获得 路特丹 世平赛 男双冠军 2012年 许新 在国际拼联联职业学会赛 总决赛中 夺得男单冠军 并在 4年总决赛 男单决赛中 以4比3 战胜马龙 成为 继马龙之后 第二位 会面总决赛 男单冠军的选手 2013年 乒乓球世界杯上 获得男单冠军 成为中国首位 获得 男单世界冠军的 左手运动员 2014年 人川亚运会上 获得男单 男团冠军 及男双亚军 2015年 在苏州市平赛中 获得混双 男双冠军 10月的全景赛上 同时拿到男团 男单和男双 三项冠军 2016年 获得 里约奥运会 乒乓球男团冠军 2016年12月 许新进入 国际拼联名人堂 2017年5月 获得 德国度塞尔多夫市平赛 男双冠军 及男单级军 9月 率领上海队 夺得全运会 乒乓球男团冠军 在2020年 东京奥运会 乒乓球 混双决赛中 许新 刘诗文 夺得乒乓球 混双银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